HELLO 今次要一起做2017年PAPER 1B CREASTER 9的題目 題目有一個疾病叫做 Japanese Encephalitis 即是日本腦炎 即是腦發炎 然後遇到病毒 viral infection 不重要的 有不同的vaccination treatment 看看這個vaccination treatment有沒有效 看看有多少效 它會有3個 treatment Treatment A就是打6mg的吸引進身體 B就是Double C就是打2針 不過都是6mg 你可以看看Treatment A 你會看到它的protection 不過留意一下 這個Y-Asset是說protection 我們平時的Graph 它的Y-Asset可能寫Number of Antibodies 但今次說的protection 其實可以有分兩個部分 它可能是說antibody的數量多了 又或者 有第二個protection就是Qla T-cell 所以它這兩個都綜合在一起 就會是protection against這個J-E 隨便吧 我們看看這裡 就是它第一個treatment的保護能力 第二個treatment的保護能力就是它多些 因為它 concentration多些 但是不是 concentration多些就一定好 未必的 可能會有其他更大的side effect 這個就留意一下 Treatment C就是打2針的 28天打1針,0天打1針 你會看到它上升得很厲害 第一題比較簡單 就是日本腦炎是哪個side effector 就是蚊 通常電視也有說過 日本腦炎就是要清潔積水 不要有蚊患在這裏 然後treatment C 為什麼它會有sharp rise 在28天的時候 就是說回 因為為什麼我打2針的時候 為什麼它的protection 不會是跟上次的那一模一樣的 因為我都是同一款的antigen 同一個concentration 那這個為什麼突然之間飆升呢 就跟我們的memory cell 就是講memory cell的那個機制 所以你就說 我們曾經遇到同一款的antigen 之前 所以我身體裡面就因而產生了memory cell 當我們28天遇到同一款 再一次同一款的時候 我就會很快速地去產生一些antibody 或者是quilla T cell 可以嗎 所以文字上面我們怎樣寫呢 你就要說 Certain的Lymphocyte 可能是B-Lymphocyte就好 T-Lymphocyte都好 你寫兩個都不要緊 B-Lymphocyte and T-Lymphocyte Differentiate into memory cell in the first injection的時候 然後當你第二次injection的時候 它就會Encounter the same antigen 記得要寫the same 因為如果你是Encounter第二款 病的antigen的話 沒有意思的嘛 我都認不到它 所以這個memory cell 再Differentiate into B-Lymphocyte 和T-Lymphocyte 再一次 第二次遇到這個antigen的時候 它再Differentiate into B-Lymphocyte 和T-Lymphocyte 就會幫你去produce B就是produce antibody T-Lymphocyte就會 quilla T cell的產生 在短時間之內 大量幫你製造這些物質 導致它就會升得高一點 行不行 OK C那裡就是有什麼benefit 如果是Treatment C的話 就是它繼續remain很high 就是第36、56日的時候都會很高 你會看到這些全部都掉下來 這個就是你比較一下 這樣就升得很高 OK 然後D1就是 例如說 Matthew就打算去這個country 有很多日本腦炎的個案 他就去 10天之內去的了 那便停留了15天 那哪一個的Treatment 對他來說最好呢 你看看 這一條線呢 就是保護能力 就是最minimum 又保護成效的一個concentration 就是protection 你會看到 我們的Treatment 10天之內 我們Treatment的A和C 其實都未達到它一定的保護效能 在這裡 是Treatment B才可以 那你看看可不可以last for 15天 就是我25日回來 25 對嗎 對 就是10天之內去 然後再加多15天 就是至少這裡 都應該有保護能力 那它都有的 可以嗎 所以就會是 Faccination Treatment B 它提供一個protection over the minimum 就是說它過了那條線 去到10至 7日的時候 然後呢 都是可以蓋上水 整個trip 好 第二呢 就是說 有一個負責任的公民 回到來的時候 他都要繼續使用這個蚊帕水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一開始說 他是靠蚊去傳播的 所以 只要沒有蚊埋到他身 即使他身染這個病的時候 他都不可以惹到蚊 蚊飛走去針取其他人的時候 他就不可以將這個virus去傳播 所以就是說 就是保護人家 其實是 就是防止這個病 在這個社區繼續傳播 就是當他contracted JE 即是他感染了JE 的時候 你可以不用contracted 這些字的 就是說如果它是 contain the virus of the JE 這樣 那它就會減少 Risk of transmission to other 去防止這件事 可以嗎 就是這樣